大家好,又是中邨和大家看電話的時候 今天我們拿到Galaxy S3回來和大家看 好,我們看看它的箱子有什麼 嗯... 對了,箱子就是這樣 我們馬上就開來看看 箱子裡面一開就有一部機器 裡面有說明書 然後有充電器 它的充電器是分開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扣在一起才可以用到的,這個充電器 對了 有一條USB線,有耳筒 還有幾塊耳筒上面的膠 好了,先放一邊 好了,我們來看看這部機器是怎樣 一開這個螢幕,就有些幾漂亮的動畫效果 有些水... 即是按在水上的效果 然後一掃就可以開這個Homescreen 這樣呢 我們來看看Homescreen 最多是... 嗯... 最多可以有7版的Homescreen 這樣一Pinch就出來了 然後按實就可以自己轉位了 對 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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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再看看... 怎樣加東西 其實Homescreen 就看到有些選項出來了 那呢 按加入自主螢幕呢 就可以看到可以加Apps 加資料 又可以加... 加頁的 對 然後... 按下去之後 Apps那裏呢 就出回App Store呢 就可以... 自己... 嗯... 啊... 原來它是... 出回App Store給你呢 是要自己... 自己... 自己按... 的 即是按實之後 拉出去 跟這個畫面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對 可以直接在App Store上 按 然後App Store上面呢 有Widget 就可以直接 看到那個Widget是什麼樣子 然後按實就可以加進去 Samsung它自己都內置了很多 不同的Widget在裡面 例如... 例如... 這些副片... 色彩 單星度這些 嗯... 影片播放... 器 對... 可以直接放一些相片 相片 影片 在Homescreen那裏 這樣呢 按住下面這裏呢 就可以... 快速轉頁的 對 還有... 嗯... 對... Homescreen就是這樣了 有些內置的Apps 對... 對... 我們看看設定介面先 設定介面先 用了... 分開了四大種類 有... 網絡這邊 有裝置 有個人 有... 也有... 系統的 那我們看看有些什麼 得... S3才有的東西 嗯... 數據使用量 這個是4.0都有的 可以... 設定... 你一個月有多少流量呢 你用夠那麼多的流量 它就會警告你了 對... 還有... 有NFC功能 有... Android Beam 可以... 直接起... 直接跟... 第二部機呢 近距離傳送一些... 資料啊... 影片那樣的 那... 嗯... SBeam 又是基於Android Beam的功能呢 就是... 跟... 其他... 有SBeam的... 電話啊... 即是... 現在就暫時只有SV的 其他有SBeam的電話 拍在一起呢 就可以... 立即傳送... 你的... 檔案啊... 音樂這樣過去的 是... 有... 顯示方面也有... 這個... 智能優眠的... 功能啦... 那就是... 當... 它會... 檢測到你的... 眼呢 是不是封閉了... 當你封閉了眼之後呢 它那個屏幕會自動關掉的 還可以在通知難度上顯示有多少%的電 SV也有很多即時場市,例如這些股票也可以立即在Homescreen的介面 新聞也有其他來自的介面 也可以調校LVD指示燈什麼時候才會開啟 內置有節省電模式的功能 開啟後就有不同的地方幫你節省電 對,這個不夠電的時候蠻好用的 那麼 嗯 也有這個Face Unlock的功能 可以 調校的樣子 之後就 直接 unlock 用你的樣子來unlock 電話 之前我有段影片都說過這個 這個功能 大家自己去看 那 開發人員選項 亦都有很多 不同的可以讓你用 例如 有限制你背景有多少個程式進行 在進行 對,亦都有不同的 這些一對的功能 我就不詳細解釋了 亦都有 動作 有不同的動作 就是 例如 例如這個 翻轉 正音 開啟後 當你蓋上電話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電話轉成正音 例如你開啟會 用一下電話 要開啟會 蓋上電話 就可以立即正到音 就是這樣 對,亦都有不同的 功能 全都是SV 首創 大部分都是SV才有的 另外 CAPTO方面 CAPTO方面 跟以往不太一樣 現在是 用手 手 打橫撥 打橫撥 呃 啊 對呀 我就不太行的 不知道怎麼用 有時才做到的 甚至手掌打橫撥 啊 對呀 總之就是這樣 好了 那我們看看相機介面 相機介面 依然是有一堆的選項 那麼按進去下面更多的選項呢 有很多 嗯 很多專業的 東西都可以用到的 例如有 場景模式 這些啦 有 曝光值呀 解像度呀 曝光值解像度呀 這些對比度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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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呢 而錄影方面呢 亦都 亦都 可以 在錄影的途中呢 好像 XCC1X那樣 錄影的途中是可以 拍照的 對呀 看到旁邊有白邊呢 就代表拍了 對呀 那我們 看完 看完這個 S3獨有的 S Voice呀 就好像iPhone的Siri 就是 可以對著它說話呢 它就會幫你做不同的事 對呀 我沒有說話 唉 嗯 Hi 可以看到我跟它說了Hi 接著它就跟我說Hello 嗯 旁邊問號那裡呢 有一大堆 功能 可以讓你看到 要它做這件事的時候呢 你要說的指令是什麼 嗯 還有 這個 S3呢 亦都有 播片的時候呢 播片的時候可以按 Print去Homescreen 然後你可以 一邊看片一邊做別的事 一邊做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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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那你按進去呢 就回去看片的介面 還有 你也有什麼 還可以在播片的 播片的Player裡面呢 直接去設定那些 可以收剪她啦 可以分章節啦 也可以在播片的 可以分享給別的電話 詳細資料也可以 也可以看到有多大 有多多解像度 多久 嗯 接著我們再看看 Music Player Music Player 是一個介面重新設計 上面有些藍色光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以根據你的 專輯封面去變色 應該可以 嗯 旁邊有 List 也可以根據 你的檔案名來 排序 立刻按左下角 就立刻可以 變 你的 你的 Sound Alive 即是立刻變成你的 聲音 有可能 應該可以變得好聽一點 有不同的選項給你選擇 嗯 那 那 如何入睡 啊 啊 也有 不同的 種類去看你的 有什麼音樂 例如有一個 獨創的音樂廣場 好像 嗯 好像 Sony Ericsson的sense me 就是 入了 電 入了 電 入了 電 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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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入了 就示範不了 可以這樣 跨 就暫時無法實用性 嗯 那就 看看 計數機都沒有什麼特別 最後看 跑分的情況 有 由於時間關係 我已經跑好了 咦 寶祝呢 我們看到是 有 一萬 一萬二千零九十一分 那我們對比一下 對比一下 Galaxy Note有幾分 嗯 嗯 這個有 一萬二千零九十一分 而 Galaxy Note有 五千 五千三百五十六分 嗯 可以見到是 差成 倍幾的分數 那也 看看 這個 Cawdent Standard的跑分 這個 嗯 這個是我剛剛跑出來的分 可以見到有五千一百二十分 比 1X 還要高 高幾百分 高幾百分 對 可以見到 S3 死狂的功能 很強勁 嗯 還有 另外 有些四點零幾本的功能 就是 按手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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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由不同的App 出來 打橫撥 或者向右撥 或者向左撥 或者向右撥 就可以把你開了的App 按下 按進去就可以馬上開 你剛剛開過的 對 對了 那我們 啊 忘記看外型 最後看外型 先看外型 不少人都覺得 這個 宣傳圖上面呢 這個S3 是挺醜的 但是實際看 就 不是 不是 算太醜的 而已 上面這裡有 嗯 看了整體的外型 對了 對了 這樣 旁邊的膏 非常之薄 上面有 Samsung的字樣 再上些有喇叭 按鈕 那 這個是 應該不同的感應器來的 這兩個 旁邊有 前置的鏡頭 下面有 HOME 這邊是 Bat 還有這邊是 Menu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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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鈕 才會開啟 對了 後面也有 Samsung的字樣 前面有個 鏡頭是 800萬獎數 旁邊有喇叭 這邊是 閃光燈 旁邊是 Volium 這個 這個是 開機 代機 仔 下面 有 USB 插頭 用來充電 插電 那些 這裡有個孔 就是用來 收音的 上面也有一個孔 應該都是用來收音的 那兩邊 就可以收到立體聲音的 音了 這個是 3.5mm 的 耳 的插頭 而它 也有 S3 也有少少弧度 在後面 駕上手 就 挺 OK 舒適的 而且重量也不算很重 比 Galas 是 比Galas 更輕 對 今天的評測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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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